在本日定期會的議程中 縣議員張家哲 針對農民農業廢棄物無法處理 以至於露天燃燒 造成民眾的困擾 希望縣府環保局 能夠與農業處加強聯繫宣導 從源頭來阻決 而針對地主的部分 也能夠有一些有效的相關防治措施 透過地主方面 來減少露天燃燒的可能性 他也不是想願意燒 但是他清除下來 樹枝樹葉 他沒地方去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如果未來民眾 還有這種農業廢棄物的問題 這個要麻煩局長 後續再跟我們公所的清潔隊 相關單位 再做研議跟做好配套措施 另外 剛才局長討論到說 這個行為人無法當場抓到 但是這個地主 我們一定知道是誰 那針對地主的部分 局長這裡有沒有說 怎麼樣的處理方式 可以透過地主這方面 來減少這種焚燒的可能性 縣議員陳怡君表示 要解決露天燃燒的問題 是要環保局 以農業處互相來配合 在前端部分 由農業處來想辦法 解決農業廢棄物的問題 後端部分 則由環保局來加強宣導露天燃燒 所產生的PM2.5 對身體的危害 兩相配合之下 才能有效遏止露天燃燒的情況發生 那真正要解決問題 絕對是要配合農業處 所以我也會要求農業處 必須要跟環保局 做一個橫向的聯繫 就是我們解決問題 還是要在前端 前端要從怎麼樣能夠消除 農業廢棄物這個部分開始做 然後後端環保局要宣導的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子燃燒的話 會造成多麼高的PM2.5 那PM2.5對我們人體的傷害是什麼 所以我想請環保局要提出 今年度你們打算安排有幾場的 有關於露天燃燒的這方面的一個宣導 在今日的議程中 針對露天燃燒的問題 議員們紛紛提出看法與建言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赫止露天燃燒的情況來發生 保障縣民的健康 記者陳偉一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